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来到听到也要尝到 竟然来了 让我们看了 我们要尝尝看 尝了之后也要去分享 今天让大家先看看 两张图片 两张图片 大家有看到两张图片吗 这个图片 上面标示了一锅三吃 然后另外右边的那张图片 哇是超软右 下面是超Q的 写这样子的话 看的人我曾经传过其他族群里面 没有人回应 甚至有一个人回应说 很漂亮 组得很好 另外就我的女儿说 这是怎么个组法 这是怎么的 只一个人问 最重要不管是我讲的怎么样的好 最重要的是 大家既然看了 但是也要去尝尝看 才知道各种的滋味 只是这一锅饭里面 适合牙口不好的人吃 也适合牙口 牙齿超好的人吃 因为它好消化 口感也很好 就是适应各种牙齿的人都可以吃 这个要自己去体会了 所以最重要的是说 牧师会弄这样子 这个实际上叫做一间二顾的 顾虑的牙齿不好的人 也顾虑的牙齿超好的人 但是要自己去品尝 吃的才知道 好 那我们也 目前呢 我们的社区活动 这个英文班呢 是新的一季的开始 新的一期的开始 从八月份要开始 要招生 招学演的 这个题目是唱卡拉OK 学英文的 看到这个DM很心惊 那我们第一期的呢 是趣味英文 我真的是很感谢这个朱姐妹 她一看到DM的时候 马上就来报名 第一个报名的 这个我还蛮欣赏的 因为朱姐妹 我跟朱姐妹的个性也是蛮雷同的 很好奇 还有好奇心 其实讲也是有点点冲动 马上报名了 其实朱姐妹住在新店 是距离蛮远的 好 那新的一期唱卡拉OK 谁英文 刚好是我们师藏拿手的 欢迎大家来报名 但是呢 看到这张DM的时候 很吸睛 喜欢什么人 第一眼就看到 喜欢唱歌人 第一眼就看到 这个唱歌的图片 拿卡拉OK的唱片 好 喜欢英文的就看到 Welcome 这个英文字母 上面欢迎 哇 下面又点了很多小人录出来 很多人出来的话 就是 喜欢人际关系跟人家互动的人 哎呀 他就会来了 哇 然后再看看地点在哪里 在教会 哇 你看到想到教会 教会过去承办了 大概六年多的时间里面 办了社区活动 老人活动 所以一想到教会 哇 教会很棒 有吃 有喝 有吃 有量 而且是满载而归的 所以一想到教会 物资很多 应该要来的 但是这一次我们常常主观意识很强 先入为主的 马上有人再帮我转传到其他族群里面还写说 满60岁的都可以来 但是这一次我上面没有标示年龄 什么样的年龄都可以来 欢迎他来 今天牧师介绍了 也欢迎大家去转传这些图片都在族群里面 可以转传的 其实主耶稣也是要我们 等一下我们看到了 就是 看了 藏了 知道了 就是宣传 上一次 有一对夫妻来参加我们的社区活动 我问他是怎么知道我们的信息 他说他去复兴公园 运动的时候就有人介绍说参加新北投进信会的社区关怀活动 很棒 特别拿餐点很棒很丰盛 所以他才来了 你看看 来了 看了也长了 我们就是要去分享 就是要去分享 那我们来到教会了 我们也看到教会了 但是也长长的主恩的滋味了 那更是要去分享 分享什么呢 分享主耶稣是有怜悯 有慈爱 有恩慈的 分享主耶稣是有权柄 有能力的 他可以赐给人丰盛的生命 享受那美好的人生 弟兄姐妹们 你们盼望有一个美好的人生吗 盼望有一个丰盛的生命吗 就是来了 来到教会 也要看 来到 也要听到 听到主耶稣的话语 甚至也要去尝尝 这个主耶稣话语的内容 话语的含义 是给我们生命的 所以我们要尝尝 来到主的面前 那今天看到这个图片上面 这个图片上面 哇好醒目的 一屋子挤得满满满的 就如同我们刚所读的经文一样 耶稣又来到了加百龙 耶稣又来到了加百龙 有人说这个其他的 我们刚所读的这一段经文 同时记载在马太马可路加三个福音书里面都有 那牧师今天会综合三个 这三个福音书里面所记录的这一段 这一段事迹 可以详细的了解 所以耶稣又上了船渡过海 来到自己的城里 这个加百龙刚好是在加利利海的上边 就是北边 他以加百龙为宣教的据点 所以耶稣常常来 然后大家也知道耶稣今天会来到这个地方 所以许多的人都来了聚集 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 好 那这样讲的 这里有哪些人 那我们先介绍一下 这些主要的人物 有一大群的群众 还有最醒目的看到一个摊子 还有那屋顶上有四个朋友 还有文士 甚至这个有法律塞人和教法师 在耶稣的旁边坐着 那这一群人来的是为何而来呢 那来到这里有什么目的呢 有什么动静呢 这里讲到他们来 就是要来听到 有些来是要求医治 有些人是好奇看看热闹的 甚至法律塞人和教法师 这一群是 他们是特地的 其实很多人是特地的 特地从加利各乡村和犹太全地 并耶路撒冷来的 这个耶路撒冷是在下方的 可能走路要走一天的路程以上 是专程而来的 我想耶稣也是今天也是专程而来的 都进到这个屋子里面来 特别呢 每一个人所怀的意念都不相同 这里面记录的这个法律塞人跟这个教法师 就是这个文士呢 他们是来勘察 特别是坐在耶稣的旁边 窥探 还要评论 这个马太福音九章四节里面 还想说 这个文士呢 是不怀好意的 是怀着恶念的 好 就在这个时候这么拥挤的时刻 耶稣在讲道的时刻呢 哎呀 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这个屋顶被掀开来了 上面有四个人 把一个摊子垂下来了 哇垂下来的 耶稣就讲了一句话 这个大家一看 当下的人 当时的人 耶稣一看 耶稣当然明白事情的原委 还没有发生 耶稣也知道了 可是当下四周的人一看 哇这是一个摊子 上面四个人 哇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举动 但是呢 摊子垂下来的 耶稣的一句话 一句话 扭起了文士的议论纷纷 这是发生这些事情的 那结局如何呢 结局就是耶稣丰富的摊子起来 拿起你的路子回家去吧 众人都看见都很惊奇 归荣耀与神花 所以来到这里的 每一个人的动机不同 每一个人 所要的也不一样 所以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了 我们也可以来审视一下 今天你们都来到教会了吗 我们现在没有实体机会 但是每一个人都在自家里面 都已经线上网路了 都是跟我们连接在一起的 虽然有在美国的 还有在各地家里的 有在淡水 有在新店温山区的 各地都有的 但是来了 你已经上网的 你电脑开了 人有在吗 心也在吗 这个是我们要常常省私的 通常实体聚会的时候 人来了 心不一定 心还在想着家里 还在想着朋友 还想着其他其他的事 所以我们要省其自己 我们既然线上网路了 我们就用心来体会一下 也跟着现场 这个当时 这一群耶稣屋子里面的人一样 拥挤在这里面 假想一下 我们就挤在这里面 进入那个情况里面 我们才能够体会 真正尝到 主话语里面的真实要告知我们什么 那我们要审视一下 我们为什么要来 我们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地方呢 我们为什么要上网路呢 就是我来的 就是要听到 听到 听主耶稣的教导 不是听牧师的教导 牧师只是传达主耶稣的话语 听了 那我们也要去品尝 品味 回味这个主耶稣的教导 对我 这一段话有什么意义 有要什么要审视的呢 那这段话 我有什么样的收获呢 我跟神跟人有没有一个互动的关系呢 那我这个事情 我们想一想说 我信主前跟我信主后 我的生命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变 有突破吗 我的生活 一个习性有转变转化吗 有越来越来越让人觉得说 果真是不一样 使用前使用后是不一样的 我信主前跟信主后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来到主耶稣 来到教会 来到来信靠主的时候 我们也要审视 所以我来了来到了 我也要真正的听到 那听到的态度呢 在这个态度是很重要的 我来了 我的人到 我心也到 是一个虚心的人 谦卑的心 是一个有福的 主耶稣说 在登山宝序里面讲 饥渴木浴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满足 这个是登山 主耶稣在登山宝序里面八福里面其中的一福 所以我们要听到 先预备好心 就好像渴木 渴木神的话语 我真是又饥又渴了 要把上帝的话语填满我们的肚子 填满我们的心灵 让我们心灵因神的话满足喜乐 因靠上帝的话语而得的喜乐 这就是我们的力量 我们灵里面得饱足 我们的肉体 我们的身心灵 就能够有力量 走在这个人生的道路上面 走在主为我们预备的计划当中 我们在当中奔跑有力 行走有力的 那这里 我们刚刚也听到 这个来了 他们这一群来了 为什么会来 因为他们听到 他们听到 风闻到 当时没有媒体 当时也没有网路 但是耶稣所行的一切神迹 都已经传遍了 耶稣在加柏龙赶出乌林 耶稣的名声 立刻传遍了加利利一带 耶稣也在 治病在 加利利的一个附近的城市里面 或乡村里面 也进行的医治赶鬼的病 这些神经 当下他也治好了 西门彼得的悦目 而且只要耶稣所到的地方 全城的人都聚集来 就是要求医治 或者是要被得释放 被鬼护的要得释放的 在当中鬼也认识他 鬼也认识住耶稣的 然后同时 他也治好了麻风病人 这个在杜家福音书 马太马可福音书里面都有记得 同时他也治好白夫长的仆人 各方面他都治好了 所以耶稣的名声是传遍了加利利那一代的 所以今天耶稣到了加百龙 才所有的房子都挤 他的房子 耶稣所在的房子都挤满了人 正在这个当下 这个四个人 摊子的四个朋友 把他垂 把屋顶掀开来 把摊子垂下来的时候 他垂下来的时候 耶稣对摊子说 说什么呢 小子你的罪涉了 然后其他福音书里面说 小子放心你的罪涉了 这个罪 这里的罪 罪涉了 这个罪 耶稣为什么会讲这一句话呢 耶稣为什么第一句话就开始说 小子放心啦 你的罪涉了 因为罪和受苦是病痛 是有时候是纠缠不开的 而且受苦的人往往会有一种病态的罪疚感 就好像季妈妈以前 他的脊椎变形歪掉了 整个脊椎歪了 那非常的痛 有腰椎病 腰椎都受伤的人都知道 这个是骨头非常的疼痛的 但是呢 季妈妈当时也不敢说 可能只有身边的季爸爸知道而已 就有一次我发现了 发现一个冬天的早上非常的寒冷 季妈妈只穿了单薄的一件衬衫而已 而且还在流汗 我就觉得奇怪 说妈你怎么还这么冷的天气 穿了那么少还在流汗 季爸爸终于说话了 哎呦 你妈妈因为痛到流冷汗 我才意识到说不得了 有病痛要赶快看医生的 那季妈妈也因为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一个罪疚感 觉得说她不知道做了什么样的坏事 所以这个是报应 这个是惩罚 好了 这个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 都要有这样的一个智慧 这个不是有病的就该去看医生 去求医治的 这一个罪疚 这种罪和受苦 这个一种病态的罪疚感 也是当时 当时犹太人普遍的想法 就好像在约翰福音 9章里面 有一个生来是瞎眼的 这个耶稣跟他门徒经过看见的 门徒就问 耶稣说 这个生来瞎眼的人 究竟是谁犯的罪 是他的父母吗 或者是他自己犯了罪 所以才受到这样的惩罚 生来就是瞎眼的 耶稣怎么回答呢 耶稣说 这个都不是 不是罪的原因 乃是这个原因 这个瞎子乃是要荣耀神 为了荣耀神的名 所以耶稣就当下 就使瞎子眼睛开了 看得见了 好 在这个当中里面 耶稣对贪子说 小子你的罪赦了 这句话引起了 在场的文士法利塞人 很不满意 就马上用了一句话 这个说健忘化的人是谁 这讲什么 他不认识耶稣吗 他们认识耶稣 只是认识表面的耶稣 认识耶稣的 他肉身的身份 是一个木匠的儿子 是从拉撒勒人来的 是一个不起眼的 一个小渔村来的 这样的人有什么资格 讲这个话 而且讲这个话是健忘 健忘的意思就是超越 超越 讲得太过分 超越了上帝的那个位分了 而且是很妄为的 是一个狂妄的一个原因的 而且真的是他们小看 但是他们讲说 除了神以外 谁能赦罪呢 意思说除了神以外 谁能赦罪呢 耶稣你算什么 你竟然敢讲这种健忘的话 讲这个超越 讲这个夸大的话 这里也讲到说 他们在马太福音记载说 耶稣讲他们说 为什么要怀着恶念呢 怀着恶念在这批评论断 都还没有看到结果 你们就开始就因为这句话就开始论断我 但是耶稣就是要他们知道 同时我们也要知道 人子就是耶稣在地上 在这个世间有赦罪的权柄 讲到这个权柄 这个权柄 当下刚刚有介绍一个百夫长 百夫长就很知道这个权柄 罗马政局里面 他有分阶级的 每一个阶级里面都有一个权柄 有一个权柄 下属要听从上属的命令 所以这个百夫长也是回答 去求耶稣医治他的仆人 但是主耶稣马上答应说 好我就去你家里医治你的仆人 但是这个百夫长很客气说 主啊你到我设下 我不敢当 只要你说一句话 我的仆人就必好 只要你一句话 你一句命令 叫我的仆人说 好病得医治 我的仆人必好 哇你看看 这个百夫长认识权柄 他也信靠耶稣的权柄 只要耶稣的一句话 但是当下这个是百夫长是一个外族人 他认识权柄 他也认他虽然不很认识耶稣 也不知道这个旧约时代 以色列人的背景 摩西五经里面 他们所期盼的弥赛亚 所期盼的基督 所期盼的旧主就在眼前 他不知道他只知道他听到的 他听到了耶稣的医病赶鬼的风声 所以他也来求耶稣 他信靠耶稣 他相信了 他也相信权柄 但是法利塞人跟文士 他指出了神以外 谁能赦罪呢 讲出这么真理的话语 讲出真理的话语 却是不认识耶稣 也不服从耶稣的权柄 所以我们来听到 我们来了 我们听到了 我们也要谦卑的领受 叫文士法利塞人 他自以为 自以为意 自以为 他的出生 他的背景 高于耶稣 所以他不出从耶稣的权柄 但是耶稣也曾经说过 你们不信我 也当信我所做的一切 你看见了 这个文士讲说 除了神以外 谁能赦罪呢 已经讲出真理的 但是他就是来了 但是看了也看不见 听了也听不明白 所以救主上面等候很久的弥赛 等候很久的救主来到面前 竟然还是拒绝 竟然还是拒绝 所以耶稣要访问他们说 你们看 说赦罪容易呢 还是你叫贪子起来行走 哪一样容易呢 所以耶稣就是要让 马上摊开来证实 证实他所讲的话 就好像上个礼拜 我们讲到说 耶稣吩咐我们要去传道 传福一个人必有神迹奇事 随着我们 就是印证我们所说的话 印证我们所说的话 所以耶稣就马上 马上吩咐 对摊子说 我吩咐你起来 拿起你路子回家去吧 耶稣没有福 这个摊子起来 耶稣用说的 用吩咐的 你起来 对摊子说 你起来 拿起路子回家去吧 哇 路子 这个摊子 有没有起来 摊子信心 摊子就起来了 当摊子听了耶稣的话 顺服的就起来了 而且把自己的路子 就是台刚下 摊单下来的那些路子 带回去了 那个人摊子 就立刻起来 拿着沙所躺卧的路子 回家去的 归荣耀与神 众人都惊奇 也归荣耀与神 并且满心的惧怕说 我们今日看见非常的事了 看见了 听了 也看了 看了 看见了非常不平凡的事 就是看见的神迹的 我们想说 这群人来了 听了 看了 信了没有 有人信了 耶稣 有人不信 有人怀疑 还有人惧怕 都回家去了 所以呢 这个信心是很重要的 信了没有 信了 耶稣也是因为 摊子从屋顶上面垂下来的时候 耶稣见他们的信心 这个他们是复述的 不是摊子有信心而已 是他 摊子和他四个朋友都有信心 信心 众人的信心合起来 力量更大 甚至爬到屋顶上 把屋顶也给掀开来的 盼望 我们的信心 也有很大的勇气 可以去行动的 所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 就对他 是说 小镇你的罪色了 终于也吩咐 耶稣 起来 印证你的信心 你得救了 罪得赦免 并也得一致的 我看到这个信心非常的重要 在这里 我类举了几个 例子就是对信心的 耶稣对犹太人 都是鼓励他们 鼓励他们要有信心 这个犹太人 他们是常常在活在神迹当中 就已经见怪不怪了 常常有神迹 他们也是常常要求看神迹的 这是在福中不知福 就好像是行在活在神迹当中 但是也不懂得很珍惜 好像是习以为常 见怪不怪的 就这样子普普通通的过了 就像耶稣行了这个大的神迹 摊着起来行走之后 马上 哇 今天的讲道完毕 耶稣讲完毕 行之行完了 OK 大家就满心的惊奇 龟龙要赞美神 然后满心的惧怕 今天看见非常奇怪的事 然后就各自回家去了 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了 就这样子感动 当下感动一下下就结 就回去了 耶稣要我们这个信心 是持续的信心 要不断的 耶稣 就是这几个 耶稣就对了 有人来请耶稣到管会堂的家里 这个耶鲁 管会堂的耶鲁 他女儿病得快要死 所以求耶稣去医治他的女儿 中途就有插出了一个犯血肉的人 耽误了时间 所以亚鲁的女儿就死了 当下家中的人就来传信息说 不要请耶稣去了 不要请老师去了 你的女儿已经死了 不用麻烦了 所以耶稣 当然耶鲁是唯一的女儿 这个女儿 十多岁的 但是伤心 很绝望 但是耶稣鼓励他 不要怕 只要信 耶稣常常鼓励 鼓励 这一群 他自己本族的 不要怕 只要信 所以 耶稣鼓励了 要对他 有信心 不要怕 只要信 所以 耶稣当下 也回到了 跟亚鲁回到家中 把他的女儿 活活的 救起来 好 那当中 那个换血肉的 还有许多的 为耶稣献上香膏的 还有 虾子来求耶稣医治的 还有长大麻风的 他们 也来求医治 都得 耶稣怜悯的心肠 都医治了他们了 但是 他们都是因着 对耶稣的信靠 所以来求治耶稣 耶稣也给他们 讲了一句话 你的信救了你 特别是 长大麻风的 有十个长大麻风的 来求耶稣医治 但是 医治好了 并 医治 得医治 皮肤 得洁 减净的时候 他们都走了 走了之后 只有一个长大麻风 医好的大麻风 回来感谢耶稣 耶稣就对他说 你的信救了你 你的信救了你 不单单病得一致 而且 你的灵魂也得着 你也得着救恩 有一个用神的盼望 罪得赦免 这里 耶稣讲的 不要怕 只要信 信心可以救了你 特别一个百夫长 刚刚已经介绍过了 还有一个嘉然妇人 这个其实的嘉然妇 嘉然的妇人就是表示不是犹太本族人 是一个外族人 他也是因着他女儿被鬼附 生活受的很大的折腾 很大的痛苦 一个妈妈看着女儿在受苦当中 她特地千里迢迢的来找耶稣 来求耶稣帮助当中 在很折腾 这里记载在马可福音的七章 还有马太福音的十五章 大家有空回去再看 看清楚点 这是一个很精彩的 这个嘉然妇人也因着不断的恳求 耶稣有些在当中好像有些些的凋然 但是嘉然妇人就是不屈不牢的求到耶稣打印 耶稣最后是说 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的 就是照你所有的信心 照你有什么信心就给你成全了 而且这两个百夫长跟嘉然妇人都属于 百夫长是属罗马籍的 嘉然妇人也都是外族人 但是因着百夫长的话 耶稣听到百夫长说 你只要一句话 我的仆人必好 这么一个信心的话语让耶稣非常的惊奇 转身对跟随他的众人大部分是犹太人 就是说转身跟随他的众人说 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都没有见过 这里看到外族人的信心竟然比犹太人的信心还要强壮 好我们再看到这一个耶稣对这个妇人 妇人所讲的一句话 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 因为妇人也曾经说 别关系 耶稣你讲什么话 我都认同 耶稣不管你讲 在外人看起来好像是在侮辱人的话 但是 轻看人的话 但是对妇人来讲说 耶稣 凡你所讲的话 我都认同 所以耶稣说 哇 凭你这一句话 你女儿的病都好了 耶稣在马太福音也这么称赞妇人 夸赞妇人说 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 当然在我们中文版本里面 只讲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 但是在英文的言文版里面 Kim James里面 上面又多一个0 就是 耶稣非常的惊讶惊奇 夸赞 哇 你的信心这么大 所以这两个百夫长 还有这个嘉然的妇人 真的是让耶稣很称赞的 他们的信心 所以也是很值得我们所学习的 凡耶稣所讲的话 虽然在当下都有时候我们不认同 也许在当下好像我们受了大的委屈 但是都认同 所以耶稣夸赞信心 无论碰到什么样的艰难环境 都可以去克服的 所以信心若没有行为 雅各书里面记载的说 信心若没有行为是死的 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 信心是以行为是必行的 信心也是因着行为才得以成全的 像今天这个摊子一样 他有信心 但是也有行动 这个行动也是要付上代价 付上勇气的 有勇敢的心 马上当然是付代价 屋顶把人家掀了 还要负责修理 负责费用的 所以信心要跟着行为并行 信心也是因着行为才得以成全的 所以今天我们来了 听了耶稣的话语 听了牧师的讲道 也要去尝尝这个主恩 尝尝这上帝的话语 神的话语 尝尝他话语里面的一个内容 让我们身心灵得着饱足 所以要去尝试 我们不单是用听的 要自己去尝试看看 去经历看看 经历到赦罪的平安 经历到医治释放的一个安稳中 经历到神迹不是别人的神迹 是自己跟神自己的关系 所以我们要自己去经历 所以诗人在诗篇里也讲到说 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 便知道祂是美福的 投靠祂的人有福了 敬畏祂的义无所缺 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 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 真的要时时刻刻的留意 我们身边我们所处的环境 主的恩典处处都在我们身边围绕 像前几天牧师就想说 好久没吃香蕉了 那天晚上香蕉就送到了 昨天晚上 昨天下午牧师想到说 好像好久也没吃木瓜了 结果昨天晚上木瓜就来了 我跟师藏分享的时候 师藏说 哎呀你怎么不求中乐透呢 中大奖呢 我说我根本都没求 因为耶稣说 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 喂吃什么喝什么而烦恼 只要先进到神的国 先求神的国 神的义 你们一切所需的天父上帝都知道 他必要供应 他知道我们需要的是什么 他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 牧师常常在生活当中 哎呀 因为牧师已经分享过 牧师在成长过程中 很少向父母求什么 但是呢 父母都主动供应 孩子就是必须用的 父母都已经供应充足的 所以牧师不习惯求 但是天父上帝都知道 都知道孩子的需要 每一个孩子需要什么 他都供应 所以我们真的要常常 我们听到了 我们也信了 我们更是要亲身去经历 要去尝尝主恩的滋味 才知道他神的美福 也更是要来投靠他 因为投靠他的人就是永福的 更是要存了一颗敬畏的心 敬畏的心 敬畏耶和华神的义无所缺 还有我们更是要寻求 寻求更多的 跟主耶稣有一个更好的密切的关系 进到他的里面 邀请主耶稣进到我们里面 好像耶稣所讲的比喻 葡萄树与枝子是不要分开的 葡萄枝子 我们是葡萄枝子 连在主耶稣这个葡萄树上面 自然而然 果子就结实里里的 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那个一棵树栽在溪水旁里面 按时候都结果子 不用怕寒冬 不用怕干旱 因为树就栽在溪水旁 随时供应我们 我们在投靠主耶和华的人 敬畏神的人 寻求神的人 什么好处都不缺 所以我们要常常主爱的滋味 浸泡他的恩惠里面 我们一起来献上我们的感恩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 谢谢主 召集我们 召集我们 在你的面前 成为主耶稣的门徒 欧夜成为主神 天父你的儿女 让我们进到神的国度里面 享受那一切的福分 感谢主 我们有主的耶稣 我们就有一切的满足 谢谢主 让我们时刻尝到 你主恩的滋味 是那样的美善 主啊 我们要一生投靠你 我们要敬畏你 我们要时时刻刻 寻求你的心意 活出你一切的美好 我们将感恩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